你自己的照片 你自己的照片你可以在上傳這裡 左上角這裡元素的下面有一個上傳 這個上傳就是你自己的照片 你自己的照片 你自己的照片你可以是 你存在電腦裡面的檔案 你也可以存在你的 存在你的臉書 存在你的Google相簿裡面的相片也可以 好那怎麼操作 其實就是如果你要直接上傳 直接上傳的話就點這個上傳檔案 那如果你是要連結你的你的臉書 你就點這個點點點 這邊就有可以讓你選 讓你選 那如果可是如果你是第一次的話 他應該是還是要設定一下你的連結 所以你這邊可以選你的你的雲端的照片 你的雲端的照片 像我有連結 我就直接到我的臉書 上面就可以找到我臉書的照片 或者Google driver 那這邊你看第一次用就需要連結了 所以你就要去開通你的連結 其實他的開通連結就是第一次登錄 第一次登錄你要讓你的Google信任你 信任這個平台 那他就會在這裡可以找到 就可以連接到你的Google帳號 好你就可以直接把它點選 好放放進來 好那你放照片的時候啊 如果 如果你拉的時候是拉到這個框框裡面 他會直接幫你套在他的板裡面 好就套進他的板 那如果你是拉在 拉在框框的外面 他就不會幫你放放在套在那個板 因為他這個他的底也是另外一個板 所以他有可能會幫你跑到那個整個底裡面 那如果沒有放進去 他就是另外獨立的照片 好就是另外獨立的照片 好所以這個是拉照片的時候要注意 注意一下好 好 如果你跳回去啊 你就可以在專案這邊 好 因為他是雲端的 他是雲端的 所以原則上他會即時幫你做儲存的動作 原則上他是會在雲端直接幫你做儲存 幫你儲起來 可是剛剛為什麼沒有儲呢 好 好失誤啦 好 沒有關係 我就再來一次 隨便 好 所以你找一個照片 把它丟進去 好 他就直接套在板子上 好 那剛剛講 那個原則上Canva Canva 你在做編輯的時候啊 他已經自動幫你在雲端做儲存 所以理論上 你回到你的那首頁的時候 你回到你的首頁的時候 他應該會出現在 最近的設計裡面 好 那 剛剛是第一次沒有出現 好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 可能是我同時有開到那個桌面的版本吧 好 之前沒有這樣的現象 所以他沒有一個儲存的按鈕 好 因為他已經線上直接幫你存 那唯一 唯一 沒有存起來的狀況 通常就是你的網路有問題 那你有 你的網路如果不順有問題的狀況 他會出現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警示會跟你說 你現在的編輯 可能無法儲存 他會出現這一條 那就表示你的網路有狀況 他沒有辦法跟網路做同步 所以基本上你的設計 他是原則上是會留下來 直接留下來的 好 好 那所以這個是照片的部分 那另外一件事 照片有一個 我現在講最重要的功能 各位 當你在使用照片的時候啊 假設我自己上傳的 好 當你傳上一個你自己的照片之後 好 我先把它放旁邊 好 當你傳一個你上 你的照片 在 在你的版上的時候 好 他這邊如果是第一次上傳的 比如說好 我現在第一次上傳好了 我去找一下 照片 好 你第一次傳影片的時候 這邊會出現一個這樣的圖案 這個圖案表示呢 他正在往傳輸檔案 好 那這個檔案傳輸如果跑完之後 你這個圖片就已經在Canva的你的那個資料庫裡面了 那所以只要他傳完了 你這個照片拿出來用的時候 你就可以點選編輯影像的功能 好 那編輯影像的功能有什麼好處 各位這就是重點 如果你是EDU的用戶 或者是付費用戶 這邊就會直接 直接編輯影像 你點下去 這邊 會出現你最近用的功能 那這裡就有背景移除功能 各位找一下看看有沒有背景移除功能 這個是我覺得他最強大的地方 然後如果你找不到的話 請你游標往下 這邊應該可以找得到背景 這邊會有一些其他的功能 你可以稍微翻一下 有一些就是他幫你做藝術處理的一些功能 這個是一些特殊功能 那最起碼 最起碼請你先 我們今天就會用這裡 用到這一個 背景移除 請各位先把你的背景移除挑出來 有Google相簿有資源 他的那個功能選項裡面 我記得是有看到 老師不好意思 我需要補救一下 你說那個背景移除你會再講一遍嗎 因為我剛剛下載影片 結果就 那個你傳照片上去的時候 當他那個傳輸的符號跑完之後 表示你的圖片已經上到他的雲端了 那上到他的雲端之後 就是如果你還還正在傳的時候 這個編輯影像是不能打開的 不能打開 但是如果你已經傳完了 照片已經在Canva裡面了 那這個編輯影像就可以點進去 那你只要點進這個編輯影像 點進來 他就可以做影像編輯的相關的功能 那這裡面就是有一個叫做 背景移除 這個非常重要 非常好用 他非常的智慧 非常的AI 你完全不需要任何電腦的技術 所以請你找一下背景移除工具 EDU的一定有 在那個非EDU的裡面 它是付費功能 就是你不是EDU的這個權限的話 它是一個付費功能 所以請你選 選他 不好意思 可是我上傳上去那個就5.6秒 5.6秒 它上面是有一支剪刀 顯示5.6秒 旁邊是播放 你傳的是影片 你傳的是影片 我現在要用的是照片 照片才能去背 了解 你丟一個照片 丟一個照片 有個編輯影像 對對對 編輯影像點進去 對 背景移除 請各位點一下 試一下那個背景移除有多強大 可是它有沒有亮度對比 飽和度 那個先不管它 直接點那個背景移除 你點的背景移除過了幾秒鐘 你等它幾秒 它就自動幫你做好了 來各位看一下 你看它移除的多乾淨 了解了 好 好 這是一個全自動的 全自動的AI的背景移除的功能 有沒有 你完全不用擔心 我會不會那個移除背景的功能 這個超乾淨 超好用的 而且它超智慧的 就算裡面的主角不是你的人 比如說你拍 拍一個主體的物件 然後即使它的背景很雜亂 它都可以幫你去的很乾淨 當然 這個功能大概百分之九十五會成功 九十五 有時候 但有時候還是會失敗 有時候還是會失敗 那失敗的時候怎麼辦呢 失敗的時候它還有提供你補救 當你做完之後如果不滿意 你剛做完之後 如果覺得說 還有一點小地方沒有弄到 這裡 來提供你補救的方法 所以你可以用 比如說你覺得哪裡沒有擦乾淨 那我就點一下清除 它就幫你做放大對不對 那如果你要再做細緻一點 你可以把它再拉近一點 再拉近一點 假設這三根羽毛是不要的 它沒有自動清除到 那你剛剛點了清除之後 你就來這裡用筆刷把它 直接擦掉 這是假設它沒有幫你除乾淨的時候 偶爾會有這種狀況 偶爾會有這種狀況 我到現在用了好幾個月 到現在都是完全免費的蔡老師 所以應該是沒問題的 請你直接用HLC的 請你直接用那個EDU.TW 那個GoEDU 這個我就不知道 如果它出現只能免費試用30天的話 那應該就是只能免費30天 你可以試試看 反正如果到時候不能用 你就再申請另外一個帳號再來用 也可以 好 那 所以這個是它的AI去備 那你記得喔 最後 最後做完要點完成才會生效 陳老師說GoEDU 一樣可以申請教育版 所以你就不要怕就給它用 就給它用 所以你就點完成 好 它就幫你做好去備了 那這種圖非常的好用 非常的好用 好 那好 我就來改一下這個版了 好現在如果不要這個版 我就直接用這個 好 好 因為去備的圖比較 比較有效果 好 就是那個張力比較大 比較大 好 所以我就把我的圖 這張也可以去備 你可以 好 這去備真的是不可思議的好用 好 那我先停在這邊 我先停在這邊 各位試一下那個去備的 好看還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好 我們就休息十分鐘 應該可以 那去備的圖一樣下載可以給別的用 好 那各位就休息一下 我們現在是十點零五分 我們休息到十點十五分 對不起老師我需要補救一下 你說 你說的那個像 剛剛我忘記 找不到那個 你講那個類似橡皮擦這樣 可以擦掉旁邊的周邊的都在哪裡 這個是在你做了去備之後 還沒有離開畫面的時候 還沒離開畫面才會有 對對對 如果你已經離開了 你就點進去 你就點一下你的圖 你就點一下你的圖 再做一次去備 你就會看到這裡 筆刷是嗎 筆刷清除那個嗎 對 清除是就是說 他有東西沒有擦乾淨 那你就用清除 那如果擦過頭了 你就用還原去把它塗出來 哦 了解 他好了之後 就要都要打勾 要記得這邊會有一個打勾 打勾哪裡 就是 這邊 這個邊境像這邊會出現一個打勾 你塗好之後記得要打勾 才生效 完成那裡 看到了 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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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